你找到你喜欢的工作目标 你其实真的是会满全心全力投入的 甚至会想说 说不定也根本没有退休的时候 说不定你一直在做这一行 从大学开始到现在将近20个年头 段元杰从来没有改变过 他追逐梦想的热情 他想成为酿酒师 六年前还集资上亿盖了间自动化酒厂 眼前这台充填机 更是让国际大厂都来争相观摩学习 最厉害的地方是 它可以充填铝罐跟玻璃瓶 通常以正常思维的话 你一个工厂你要有两种容器 你必须要有两条独立的线 但是你的空间就是double的 自己规划整合产线 让它能够在有限空间内 做出最大的产量 但自动化可不代表可以完全不管 尤其啤酒充填 最怕荣氧太高产生酸败 所以封盖前这个注水的小动作很重要 那我经过那个小水柱 它会把那个泡给激发 所以激发的过程中 它会把瓶口的氧气给冲出来 但是呢你必须要控制好 你那个涌泡的程度 注水太少氧气冲不完全 太多啤酒溢出会影响容量和瓶管 得全程紧盯随时调整电脑数据 你跟家伐说我有一波会有两百多瓶的NG 哪怕溢出的只有两三毫升 为了品质段元杰还是决定淘汰那批酒 以前他可不是这种坚持细节的完美个性 大学时期他是差不多先生 只求不被退学 功课能混就混 最后被延毙一年 因缘忌讳到数数学生开的酒厂打工 才让他的人生有了转变 那时候心情你会觉得 你会觉得真的是很没面子 很没面子 因为就怎么会混到被延毙这件事情 所以我很把握这个工赌机会 因为你想要证明说 我其实不会白花这一年 啤酒的主要原料是大麦芽水 啤酒花和酵母 把麦芽跟水糖化之后的甜麦汁 加入啤酒花产生苦味 再进行发酵 还可以加入不同的元素做变化 像这天他就打算做一款 类似威士忌的酒款 我们会希望这个威士忌的 它有一些smoking的味道 所以我们用很高比例的smoking模 只是要有威士忌的醇厚 就得投入比平常更多的麦芽 花更多时间糖化 还要小心麦克阻塞 挑战不少 他却觉得好有趣 我很喜欢这种 就是很具有口味上挑战的事情 我们很喜欢做一些 很好玩的研发 凡所有的原物料 你只要是合法 只要是安全的 你都可以拿来做啤酒 甚至是你觉得这个啤酒 加这个原料 是不可能成立的 但是就是可以做 例如说随便举例 例如说辣椒啤酒 还是有人做啊 那时为了洗刷不求上进的标签 公读期间他努力学习 想要做出一番成绩 而这种没有框架的创造模式 和他喜欢自由多变的个性相符 恰好给了他舞台 不过20年前 烟酒专卖政策才刚解禁 精量啤酒算是新兴行业 大部分的人都还在摸索 失败是家常便饭 经验只不够 简单说就是 你可能哪个环节没有做好 所以有杂菌 进去你的酒里面 然后导致你这个酒 整批就污染了 对 一开始真的会发生 当然现在不会了 倒掉就一吨两吨几跳的 虽然老板能体谅 大家都是做中学 没有多责怪 但浪费的原料全是成本 内疚的他不断想办法找解房 我们就是测很基本的糖度 然后CO2含量 总共会做五六次的取样 每一个取样都是有它的目的性的 每个制程的开始和结束 都要抽样检测 水池 时间 温度 菌种 任何一个细节都会影响结果 当年可没有现在 这些仪器设备帮忙 甚至连可以问的人都没有 他只能自己用工作空档 看书 上网爬文 经厂一整天都待在酒厂研究 就反正多做多学 没有在计较公司的 当你找到问题点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最幸福 最开心的时候 而不是这个酒好喝 是你找到原来问题点是在这个环节 因为这个环节是没有人可以跟你讲的嘛 是你自己在研发 你自己体验的 一次又一次累积的成就感 让端元杰越做越有兴趣 退伍之后 他决定留在酒厂 立志成为酿酒师 但梦想虽美 现实却是残酷的 酿酒是小众市场 薪水不高 对北漂生活的他来说 并不容易 早餐就吃水就带 因为一颗蛋好像才4块5块吧 对反正就尽量能省这省 你想嘛你在台北 你2万2你是要怎么生活 对你房租七八千要不要 一定要啊 对啊你的吃销呢 对啊所以那时候真的 过一个很省 是省到你很难想象的那种状况 然后你还不太想跟家里说 我现在过得很辛苦 因为是你选择的啊 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之外 酿造过程的高温闷热 更是让人感觉呼吸困难 现在的温度只是六七十度而已 我糖化完过滤完 我的煮沸 我是100度煮沸 我整个周遭尾都是蒸气 这天赵丽要过滤糖化后的麦汁麦壳 却出了小状况 你麦在那儿啦 你手棒啊 因为过滤不完全 残余的麦汁 跟着麦壳一起排出水滑四溅 他担心同事被烫伤急着要对方离开 早期全手工酿酒 像这样的小状况更多更辛苦 所以当时从朋友到家人 每一个人支持他的选择 那时候你会觉得我很拍谁去解释一切 你会就例如说好你今天见面 然后人家问你说 过努力辛苦干嘛 然后你跟他讲你很多的热情对这一行很有热情 然后我想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但他没办法理解啊 因为每个人对工作的热情是不一样的 然后再加上就擺开来看你这个行业就没有前景啊 然后你跟我说我很有热情 但你真的很有热情 你真的百分之百有热情 然后你很正向思考 但你看着对方的表情 然后他会觉得你是头部派去 你知道吗 就你很难解释 说不清楚那就用做的吧 他相信全力以赴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有收获的 你一定会在某个moment有这个想法 那但是你对这个行业的热情还是会大于这个质疑 所以还是会继续建议 未来一定会有会给我的回馈 那只是这个你不知道要等多久 但是你就只是专注在现在 所以他继续努力累积经验值 努力看书学习仅仅自己 终于2014年盼到了成果 他在亚洲啤酒大赛当中 一举拿下比利时啤酒组的金牌和银牌 之后几年更是横扫国际奖项 让他声明大噪 餐厅艺人潮牌各种联名邀约纷纷找上门 我觉得大家看到 原来你的坚持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说的证明是这样的 但段元杰没打算停下脚步 他还想继续挑战自己 所有的参数 我看得到时间 我看得到温度 我看得到容量 我看得到我们每一个法 它开启的程度 他想盖一间全自动化的酒厂 手工量灶它没办法 它很难 很难控制每一批都是一致性 我要追求的是更极致 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要省我们的体力活 我也可以一天扛一百包卖 但是我要的是很确保每一批啤酒 都是我要的最好的结果 只是梦想越大越难实现 土地厂房光是筹措资金就不容易了 再花个一两年的时间 规划好基台产线 却又在施工的时候碰上疫情搅局 供旗延宕 还要支付庞大的国外技师隔离费 正式营运之后 纳断和设备磨合的撞墙期 更是不断消磨意志 但他没想过放弃 我觉得人在痛苦做事的时候 其实那个进步是最快的 我觉得对我自己的期许是 你在做一些很痛苦的事情 但是你相对的 你也学到一些经验值 然后你也学到怎么处理那些问题的解决能力 我觉得那是我的很大的收获 为了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所有运作 他强迫器官出身 没碰过机械的自己 去学习设备的调教维修 还把每一次酿造的电脑参数逐一记录 作为日后的追踪参考 你还是想要进步嘛 那你一定就是要越往好的方向 人支持我的其实就是 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期许 因为当你很无助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的声音 在你的周遭位 但是我已经那种内念到 那些声音我都不在意 反正我就是做 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不管再怎么辛苦 咬紧牙关继续努力吧 这几年工厂慢慢稳定 它又有了新目标 那是要让台湾啤酒 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啤酒毕竟是西方传过来的产品 那我现在如果可以把这个产品 原本是欧美传过来的 我可以外销出去的话 这证明其实台湾的 自酒能力是很强的 我想要证明的是台湾的职能 职能精神跟技术 即使未来还有很多的困难等着他 但段元杰相信 他会用一辈子专注 做好一件事的决心 让自己再次梦想成真